许志勇他们一帮维权律师 也包括一些长期关注人权的人 在厦门聚会 事实上他们这次聚会一点秘密都没有 他们整个聚会的过程 全部都被捕控录了像 这26号先抓了一批人 剩下的有的人就跑到国外去了 许志勇当时也就开始逃亡 他在逃亡途中写了一篇 讨伐习近平的信 他讲述的是习近平你赶紧下台吧 你不是一个政治家 然后你用人也不行 你经济也不行 通编五千字都是在讨伐习近平 其实许志勇多次表达过 他不想出国 他就是想在这个国家里 践行他对政治的理解 但是他过去二十年的经历 他和他自己努力的目标 践行践远 他写这封信的目的 净乎于希望中共当局抓到他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概良者了 而是一个殉道者 我可能实现不了我自己的理想了 但是我至少可以为我自己的理想而坐牢